主要是试一下这个感觉 因为前面没有来试场地 错过了那个时间 所以今天也主要想体验一下 这个场地的感觉 脚感啊 起跑器那种之类的 虽然说副场都一样 但是不是主场就不出主场 那感觉怎么样 这个底部的这个 感觉挺好的 今天的状态来说的话 都是状态啊 还有神经调动啊 各方面都 调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度 但是可能今天一直戴着口罩 感觉有点缺氧啊 那种感觉 所以说就跑起来有点喘 然后刚才应该到 70米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点僵了 但是自己还可以控制的 我说你僵不僵啊 你还管头能看对手 因为我觉得 因为小组前三就进了 所以就没必要去拼了 我就稍微放一些不用 因为我要是拼下去的话 你跑一个十秒也没有用 然后可能会导致这几步 就会导致肌肉 进入一个非常僵 以后明天回去 时间太短了 没法回复回来 所以说没必要 所以今天这个等于是在你的预期之内 就是包括你 今天这个成绩 在自己的预期之内确实是 因为之前就想 第一枪突破十秒一就行了 因为第一点是因为太久没有参加这个国际比赛跟高水平运动员 第二点就是也赛前也没有事先去试了这个场地 那个感觉也不一样 也没听过枪 所以说今天就完全就是相当于 给自己一个定的一个目标 十秒一左右 就是正常发挥 因为按照国内之前的那几场比赛来说 正常不需要太多的一个 发力 也可以跑到十秒一左右附近成绩 所以说 今天也定了这个目标 但是明天的复赛的话 就是已经当决赛去跑 因为对我现在的实力来说的话 还没有还没有说 绝对的实力能够进去决赛 我只能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去拼一拼 所以说刚才也说了 今天的调度非常好 就是说可能一直戴口罩各方面的 因为从奥运村过来 一直戴口罩面罩 就气着比较串 所以说希望今天 跑了一个这样的强度以后 有助于明天那个 那个身体的机能适应 还有自己的呼吸道 各方面有一个适应 明天可能会今天好一点吧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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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